各位在网络上的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郑凯云 这一年夏天非常的热 当然咯 像我在播新闻 或者是我在主持健康2.0的时候 告诉大家防中暑怎么办呢 当然就是要防晒做好 另外要多喝水 可是问题来了 很多人觉得说白开水啊 喝起来不舒服 就是不喜欢那个味道 那么现在在网络上 很多人流行一种叫做水果水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其实很多餐厅啊 它也会有类似做这样子的水果水 这个在家里头 其实就可以自己来做了 很简单 让大家看一下 你看今天就是柠檬啦 然后一些柑橘类的 像这个是葡萄柚 然后还有包括了一些草本植物 像薄荷的味道 对有一些薄荷啦 也可以把它加进去就比较清香 那做的方法呢 很简单 你就把它切片之后 也不需要做什么特殊的处理 比方这个柠檬 你想要加个几片 或者想要酸一点点 就把它加进来 然后在水里头 就会呈现这种 有水果一点点的味道 而且颜色比较缤纷 重点是 你还可以吸收到维他命C哦 因为这些水果 维他命C的成分都还蛮好的 好你看我现在把葡萄柚给加进来 然后加了水果之后 你也可以加 你自己喜欢的一些香草植物 最简单就是像我们刚这个薄荷洗好之后呢 就把它加进来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薄荷稍微揉捏一下 闻那个味道很香 尤其是如果大家平常比较疲累的时候 在上饭的时候 加一点点就闻那个味道 就觉得有提升洗脑的感觉 好那这样子水果水就完成了 很简单 所以接下来怎么办呢 很多人就是直接把它放在室温底下 或者说你把它冰到冰箱里头 八个小时呢 这会让整个味道是比较喝起来比较好的 那也有人会想 既然柑橘类的适合 比方说柠檬啦 这些适合 那么有没有不适合的 避免你踩到地雷 像现在很盛产的芒果 芒果今年也很贵哦 所以就不要再用这个芒果下去啦 香蕉也不要 为什么 因为它加下去之后 会有点糊糊烂烂的就可惜了 今天除了教大家做这个 美丽的水果水之外 还有一个 来我们今天的寄水达人 今天要带大家来看一个 简单的实验 这边先到来介绍一下 我们是透模拟一个 台风过渡的水质状况 因为台风季节开始 所以有时候如果台风比较严重的话 水质的状况就比较大 比较大 那我们这边左边是 家中的自来水龙洞 哎呦 那都可以开始架 你看刚刚那边那么黑 出来之后是比较淡一点的 可是还是有点黑哦 对黑黑的状况 感觉上好像静置很久之类的 还会让水质稍微好一点 是哦 那这边我们也是透过净水器的 湿泥水来投取水 那经过过滤之后 其实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它是呈现清澈透明的状况 如果以这个实验来看 这两杯是蛮明显的 这个是透明的 然后这个颜色是比较深嘛 但是问题是这个颜色对观众朋友来说 对网友来说可能没有这么明显 或者说这么清楚的可以知道 水到底是不是够干净啦 因为我们知道人要健康 要喝比较干净的水嘛 是 对那还有什么其他检测方法 有没有科学一点的啊 除了肉眼之外 OK 我们这边就做一个小小的实验 然后那透过现场的 濁度检测仪器 可以知道说目前我们的水里面 它到底有多少的濁度在里面 那这个检测仪器 它是利用光的散射原理 然后光速达到水样 要测试的水样 那我们目前就先做开阶的动作 我可以把它立出来吗 可以没有问题 会不会印象的结果 不会不会 OK 我们先检测的话 我们先让它平衡 好 那我们现在要来侦测 模拟台风的水质的浊度 嗯 对那目前自来水的 停用水标准 水质的浊度 标准是在两个NTU里面 嗯哼 那这边可以看到是30.2 哦 那这等于15倍了 是 非常非常高 对一个水质的浊度状况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肉眼就会很明显 看得出差点 它比较黑吗 是 那目前我们 之下就是在 做透过净水器 可以过滤的水 嗯 可是一对外洞朋友 就算自己家里有妆的话 他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 也可以自己做测试啊 如果是在家里的话 如果是在家里的话 有些可能有妆啊 想要效果好不好 是 就可以找 比较简易的方式就是找像这样 透明的杯子 先 先把水都取出来 然后用肉眼的方式去判斌 原本水 在地上的水是 很黑的 那其实从水龙头出来 颜色就已经相对的比较淡了 那当然如果有一些人 用其他的方法的话 或许 也可以让水比较清澈一点 这个实验室 让大家知道说 水它的这个变清澈的过程啦 等等 让大家有一个概念 所以今天也谢谢您咯 那么所有的联友在网路上 想要参加抽奖活动的话 诶 赶快行动 根据我们的办法 希望大家都可以抽到 健康好奖 我是郑凯鱼 那么健康2.0也请大家继续锁定 每个星期六跟星期日 晚上9点钟锁定健康2.0咯 拜拜